资讯工具 台语学习 生活分享 欢迎来到巧学堂 大家好 我是乔乔老师 欢迎来到巧学堂和我一起 向右资讯工具打造美好生活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Google Apps Script 来开发一个使用的各自查询系统 这个系统特别适合学校教职员使用 可以帮助导师和行政人员 更有效率地管理学生资料 更棒的是 就算你完全没有程式设计的经验 只要跟着我的步骤 再加上AI工具的协助 也能够打造一个功能完整的系统 学会写系统 可以让你日后在需要其他功能的时候 都可以不求人 自己断写系统解决自己的问题哦 这个过程中我会特别说明 如何避免常用的资料格式问题 如何善用AI工具来协助开发 如何一步步测试确保系统正常运作 现在开始来写一个个资收集与校正系统 可以修正个资 也可以直接储存 让导师或行政端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可以更方便 首先登入Google账号 之后在云端硬碟里 可以在我的云端硬碟新增资料夹 取名各资收集与校正系统 然后这里新增一个Google四算表 因为牵涉各资 所以我希望要登入账号密码后才可以使用 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放 学号 班级 座号 姓名 账号 密码 将这些资讯储存在 名为账号密码表的资料表 账号密码预设为学号 接下来根据我们想要收集的各资 再设定一些栏位 存放在各资表 例如性别身份证字号 居住地址 室内电话 分机 行动电话 父亲姓名 父亲电话 母亲姓名 母亲电话 监护人姓名等 假设这是我目前想要收集的一些各资 栏位里目前都没有资料 可以提供使用者输入账号密码后 登入在自己填写 接着开始输入程式 程式的部分会在扩充功能 这里有一个Apps script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来进行程式的撰写 那要怎么样写程式呢 我又不会写程式 到底要怎么开始才可以呢 这个程式码.gs 我把它重新命名改成code .gs 另外要有一个网页 让使用者可以有比较好的页面 来操控这个资料库里的东西 因为开发者不会写程式 所以设定好页面就先搁着 接着我们回到跟AI的对话 我这次使用的是Cloud这一套AI工具 你也可以使用你习惯的工具即可 如果没有账号可以先办一个账号 对话开始我先告诉AI我的需求是什么 详细说出来 想要写一个个资搜集与校正系统 让使用者登入账号密码后 可以输入及修正自己的个资 这个时候注意一下 个资表目前使用的是Google四算表 如果待会我输入的内容是数字 依照预设的格式 它不一定会在检查或储存的时候 把内容当作数字来比对 而是可能会当文字来比对 同样是123 到底是文字123 还是数字123 对程式而言 其实是不一样的内容 比对结果会是不符合 所以我建议统一在程式和储存格 都把格式调整成以文字的格式来储存 操作的方式是在试算表上 按Ctrl加A全选 在格式里的数字 我们把它改成存文字 如此一来在比对的时候 比较不会因为数字的关系 有一些比对不到的状况 也比较不会让电话 这一些用零开头的字 在储存进去的时候 前面的零会被视为数字而误三 写完了之后 先不测试 刚刚我们没有提醒AI 我所有的文字储存格内容 都要用文字格式来处理 现在我提醒他 请确保我的储存格的值 都是用纯文字的方式来处理 以免有比对不到的状况 或是电话在储存的时候 会有最前方的零被视为数字 去掉的状况 现在他会再修正一次 写完之后 他也会告诉你目前的写法 有做了哪一些变更和改动 改完后我们直接复制起来 到各自收集系统里面 code.js的地方贴上储存 程式的部分 我还需要完整的index.html页面的程式 index.html一般是网页的首页 这个页面是为了让使用者 有一个界面可以登入 并存取Google试算表中的内容 你能把需求讲得越清楚 AI就能帮你写得越好 即使你完全不会处理程式的部分 也可以用自然语言 也就是人类现在习惯使用的语言 来跟他聊 让他给你一个完整的程式 可以直接复制贴上后使用 我们把它储存起来 这个专案的名称 可以命一个 易于理解和牢记的名称 部署的时候 第一次我们要用新增部署作业 他会要求你选择一个部署的类型 目前是写一个网页 所以我选择网页应用程式 接着是执行身份 选择自己 如果你希望别人可以使用这个网站 那你记得要选取所有人都可以存取 说明的地方可以不用填 按部署 第一次他会要求你授予资料存取的权限 就授予他 然后选择你的email 好 你要记得允许他使用的Google账号 这样就成功部署了第一版的程式 会出现部署的ID跟网页的应用程式网址 我把它复制起来到一个新的页面贴上并开启 你就会得到一个个资搜集系统的登入页面 我们找一组刚刚设定的账号密码来进行测试 现在进行账号登入的时候无法成功 我们回到AI对话视窗 把遇到的问题告诉他 他会再帮你重新检查 我们在AI进行程式修正的时候 常常会看见显示 其他函数保持不变的提示字样 当AI在修正的时候常常都会这样 这是为了要节省AI跟我们的对话字数 让他可以在回答你的时候更有效率 他觉得如果他只修改了部分的程式 那他就把这个部分给你看就好了 可是对于程式语言没有基本概念的人而言 其实是很麻烦的 因为你要去找到你原本程式里面相对应的地方去做修正 其实对没有程式基础的人而言是有些困难的 也怕会不小心误删或动到原本写好的程式 所以我通常都会告诉他 请给我完整的修正后的程式 以利我直接复制贴上使用 这里因为已经达到我问问题的上限 如果你是免费版通常都会有这个问题 对话长度比较短 较快到达当日可对话的上限 建议大家可以付费使用 或者要等候一段时间后再重新来使用这个AI工具 我把我完整的程式存出来 再换一个新的对话模型 请他帮我修改登录的程式 修正登录账号密码的验证 目前的状况是账号无法登录 我提供我目前的程式 在新的对话中附上我的程式 这边是AI提醒要去确认的部分 这边则是他提供给我更新后的程式 我们就把它全选复制起来 再到程式区贴上 接着问他 index.html有需要修改吗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看着他自动生成 然后喝杯咖啡悠闲地等待他 复制修改后的程式回到index.html 删掉原本的程式 贴上新的 储存 重新部署 如果你在重新部署的时候 希望可以维持原本的网页网址 不要再设定一个新的部署了 我们选择管理就好 然后选择编辑 建立新的版本 这样就会以我目前的网页网址 再更新一个新的版本上去 但维持网址不变 重新部署 好 部署后我就可以使用原本的系统 再重新测试一次 OK 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已经能登入了 登入后就可以依照你的资料去做修正 上面可以看得到 学号 班级 姓名 这一些项目并没有开放你修正 若你希望它全部开放你修正 待会你可以在聊天的时候 用自然语言的方式告诉它 这边写上虚拟的身份证字号 接着更新资料 出现提示讯息 你要更新吗 按是 目前我们表件里的资料其实是不多的 所以如果它在你回存的时候 感觉好像要花很多时间 一直在等待 其实就没有很合理 所以这边的话建议可以再请它帮你看一下 城市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我们从姓名 性别 身份证字号这边 可以看得到各资表这里 其实内容很多 但它却只有抓到身份证字号 居住地址下面这边的资料 全部通通都没有出现 所以这边呢 我等一下也会要求它再帮我们修正一下 所有的栏位通通都要出现才行 这边我们就先放弃 因为看起来就不太合理 城市执行后 看起来怪怪的感觉 好 接着告诉它 现在可以登入了 但是呈现出来修改的资料不完整 明显有缺少 我希望各资表里面除了学号以外的栏位 全部都要开放给学生维护 而且目前修正后 存回去的时候好像有错误 所以储存回去的时候要等很久 不合理 你帮我确认一下城市哪里有错呢 一起告诉AI 这边又到达使用的限制了 所以又要开一个新的 如此一来就会觉得很麻烦 如果是付费版的话 大概一个对话里面修正个五六次 去追加功能啊 或者是请他检视自己城市的问题再修正 都是很快速的而且够用 不会动不动就出现要付费升级的画面 如果你不想付费 可能就会遇到跟乔乔老师类似的问题 城市里的字一多的时候 可能在一个对话串里 很快就会出现限制 没有办法让你可以这样尽情的使用 接着我再问他 那code.gs要改吗 有时候我这样问他的时候 他不一定有错 但是他觉得改了以后 可以让城市更有效率 或者是说可以让错误率更低 那我通常就会依照他给我的东西来贴 反正大部分的人确实是看不懂城市的 那我们就让他跑一次 重新部署一次 一样哦 点编辑 他才会让你选建立新的版本 这样我们就可以维持先前的网址 再重新登录一次 因为执行效能最好的模型 最快到达使用限度 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比较差的AI模型 但是一般留言 错误率就会比较高 增加需要除错的时间 若是频繁切换其他的AI工具 则需要一直汇出城市码 多少都有点麻烦 为了要让整体的实验效率好一些 乔乔老师实测 比较低阶的模型在撰写城市上比较不聪明 错误率比较高 需要多一点耐性 来回多测试几次才能成功 接下来我会换成付费版的Cloud来撰写 也顺便比较一下 我附上最新的index.html和code.gs档 告诉AI这两个程式执行后 看似有登入 但没有任何资料被载入 请依照我的需求 列出学生的各式资料 供填写或修正后 可以储存回Google试算表 依序将Cloud帮忙修改好的code.gs 和index.html 贴到程式区 再重新部署 部署后 我们一样输入学生的账号密码 载入现有的个资 再填入我们想要维护更新的个资 储存 确认程式已经有正常运作就OK了 储存后我们可以到Google试算表 再检查一下回存的资料是否正确 确认程式已经有正常运作就OK了 完成后我们也可以将整个程式分享给其他的朋友使用 只要将这个Google shift设定共用 共用权限设为知道连结的任何人都是编辑者 在复制连结 将这个连结分享出去 如此一来知道这个连结的人只要打开连结 再登入自己的Google账户 就可以从档案找到建立复本 将这个档案存到自己的云端硬碟里 设定一个新的档名 就能够依同样的方式 新增 部署 发布一个网站给自己使用 收集到的个资则会储存在自己的云端硬碟里 本集撰写的个资收集与交证系统 乔乔老师也会将连结放在资讯栏里 无偿提供给大家使用哦 如果我撰写的内容 你有修改的需求 就依照我的方式 把程式直接喂给AI工具 请它帮你修正就可以了哦 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学会的技巧实不实用呢 你想要为自己撰写什么功能的系统 来帮助自己工作更省时有效率呢 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